HELLO 各位車水馬龍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行蘭 我們頻道在去年底的時候 已經試駕參加過LASUS他們全新的MS車系 在日月潭辦的發表會以及試駕的這樣的影片 相信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如果你還沒看的話 可以點一下我們螢幕右上角的簽入 我們上一次公辦的活動試駕抽籤 被安排的是屬於全新的2.4的渦輪增壓的 MX350的F Sport比較運動熱血的車型 當時也跟大家預告 其實從前一代的MS到這一代MS 最受國人銷售比例佔比最高的 一定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台 MX200屬於比較入門的2.0NA的自然進氣的動力編程 那今天的介紹我們會跟過去的新車試駕 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我們不會再把過去這台MS相關的一些進化的規格 再跟大家講 還是提醒他 如果你有興趣 你還沒看過這台車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之前的影片 那今天的影片 我們會比較讓大家來了解 這一次全新的MX200跟前一代 這次大改款有哪些差異的地方 以及目前其實MX在上市之後 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說 它的這個進攻的市場的潤舉非常大 也就是說它有5種的動力 10種的編程 車價從160多萬一直到200多萬 其實有百萬的一個價值 到底該怎麼選 以及目前到目前大概兩個月的銷售 台灣的銷售狀況怎麼樣呢 我邀請到一位我的好朋友 他是目前任職於LASUS南港旗艦所的銷售協力 秉承兄我們歡迎他 哈囉 好久不見 今天特別我要請秉承來 因為他本身是LASUS的銷售協力 他本身的代步車是前一代的MX200 所以今天我要跟他來分享一下 請他告訴我一下 我們來體驗看這兩款車改款的前後差異 不論在配備以及感受上有什麼的差異 好 那既然你是銷售的前端人員 是 我先請教你一些問題 好 那我們剛剛講這次MX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的編程有一點小複雜 五種編程的動力 十種的車型 是的 那到目前其實今天早上我特別問了一下 你們原廠總公司何泰 那公關人員告訴我說 有一個簡單的數據 我先跟觀眾來分享 目前佔比最高的大概佔 接單已經五千台了 沒錯 我記得當初發表的時候說 從預售到發表已經接近三千 然後目標年目標也不過一萬 所以現在大概二月中 兩個月已經達標一半 這車也太殺了吧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其實說到佔比的部分 那原廠你們的統計數是說 目前的五千張的接單中 有五成的比例就是MX200 那另外的三成的比例大概是350H 也就是2.5的High V的車型 那另外剩下的兩成左右 就是其他的250 350以及450H PLUS的加總起來 那說到MX200的部分 原廠又說入門的是163萬 靜音版 那今天是多十萬的豪華版 原廠說其實客人大概有八成 MX200是買這一版 你目前遇到的客人的比例狀況 有沒有不一樣的數據 其實的確齊男哥講的數據 都完全的正確 其實以我現在大概 手上大概30張訂單 都是以MX200為主 但是特別以173萬的豪華版 因為它是有電動椅 跟電動尾門 這個目前 秉承說有幾樣重要配備 請你再說 你說有電動 雙前座電動椅 跟電動尾門 電尾門 這蠻重要的 所以其實消費者也是很聰明 他認為說買173萬的豪華版 的CP值 蠻值得的 對 其實我之前也在我頻道 跟觀眾分享過 以前一代MX 我身邊朋友的案例 他原本訂了那個時候的CRV 後來因為等車等太久 然後MX推出這個小改款之後 他覺得價差多了一點 可能以分期的概念 其實每個月沒腳多腳多 他就直接從Honda CRV 跳到了MX 那這一代MX你覺得以你的客人 你剛說也接單了30張 那客人在買這台車 看這台車的時候 應該也會考慮其他車 有沒有一些不同的經驗故事 其實目前來講 以MX來講 其實不外乎 其實我們一些競排的 一些進口車 也是會拿來做比較 但是這一次有跟邢南哥分享 因為我們這一次是搭載LSS 3.0 他有很多的科技跟配備 以MX這台車率先導入 所以說跟上一代的舊型的 MX來比較其實會比較拿的 跟很多的競排來做比較 但是這一次講坦白的 頂多自己跟自己比 怎麼說 什麼叫自己跟自己比 因為我們現在不管他的外型 他的底盤是用TNGA的 再來就是我們的動力 直接是用2.0 173匹的馬力 所以其實放眼望去 消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認為現在我們的很多的科技 阻備動安全 跟其他的競爭品牌來講 其實他們目前是打不贏我們的 所以我們頂多就是在 NX200 250 350 Turbo 350 H 或150 Blacking Hybrid 來做一個比較 大概是這個狀況 好 那接著我們就來跟秉承 一起來看一下這一次 新款有哪些比較不一樣進化的地方 其實因為我們上一次公辦試的是 350 Sport 是 所以水箱罩跟今天的不大一樣 那這一次就是進化 U-Shape 對 U-Shape 沒錯 那秉承他200的頭燈上 跟我們的350類似 有沒有一些差異的規格 基本上我們看到 眼前這台NX200都搭配單顆的 LED 燈 但是如果你買到 250頂級版以上的話 會有三顆 L-Shift 三顆的排列式 的不同的差異 OK 好 那我們再請秉承到車側來 我們看一下 那胎圈配置上 200比較入門 我上次350是20吋 對 今天看起來是18吋 NX200的標準都是18吋 18吋 對 那你買到了250以上的頂級版 會搭配20吋 當然它20吋在這一次的 五種編程裡面 包含你250的20吋 還有我們的350 Turbo的20吋 跟我們350 H的旗艦版的20吋 對 有三種不同的款式 旅圈的款式 對 尺寸一樣啦 OK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外觀的配備 200的都沒有天窗 是的 都沒有天窗 所以如果想 消費者真的想要天窗的話 記得要買250頂級版以上 就會搭配一個小天窗 頂級版以上 是 沒錯 那另外在一些 我們剛剛有聊到 其實你說蠻多的買家 這次覺得這個車在 這個科技的進化上 對 有比較高的純度 掉頭前一代 是的 像這個E-Lage 電子式的門把 我們上次都試刷過 沒錯 那車尾的部分的話 200有沒有一些 基本上車尾的話 其實差異就不大了 但是比較值得一提就是說 我們現在目前 如果你買到像豪華版 它是有電動尾門 對 它有電動尾門 但是它少了什麼 它沒有小梯感應 哦 所以擺了只有電尾門 但沒有竹梯 對 沒有竹梯 你要買到我們比較高規的 它才會有再搭配 這種我們的竹梯 或梯感的這樣子的一個 腳梯的感應 那我有個問題 如果我買163的精英版 電門門可以加裝嗎 我們原廠是沒有這個服務 沒有服務 但是 坊間我覺得應該有啦 這個是 對啦 那消費者自己來算一下 你怎麼樣的一個預算來拿 沒錯 那接著請秉承我們來看一下 200的內裝有哪些差異 好 那秉承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這次新人差200內裝的配備部分 我覺得一坐進來 當然它的科技化成分跟車外一樣 有一個呼應啦 那我印象中 上一次350 F-Sport有這一次 大家非常喜歡的 超大14吋的新的主機螢幕 那200當然比較入門 但是它的形蠻像 但是尺寸小了一點 對 9.8吋 9.8吋 那儀錶部分7吋 是 數位儀錶是一樣的 是的 OK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在外面有講到 豪華版173 它多了雙前座的 電條 包含腰靠 那如果是163最入門的就沒有 那其他部分 它沒有記憶的功能 以NX200它都沒有記憶 就少了這個配備 好 那方向盤的設計部分 它也沒有那個追機的那個 追機的要買到我們的高規才有 所以它是比較一般 但是基本上像右邊的LSS Plus 3.0 都是一樣 全部都一樣 後面有換擋撥邊 是的 然後它是手動的四向調整 這個部分可能比較稍微欠缺一點 因為NX200它都跟之前以往是電動的 對 我記得前一代有 對 但是這一代新型的NX200 它並沒有配置電動調整的方向盤 OK 然後再來看到旁邊的話 它這個是叫做光雕藝術的飾板 跟M Sport 或是其他比較高規車型 就是不大一樣的設計 那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好 這台主機在功能面的部分 對 像消費者長一代的這個CAPLED 或者是QI無線充電周邊 是 它的配備是 它這一次來講NX200 比較可惜的是說 它在台灣它的CAPLED 它還是用有線的 有線的 對 國外的是可以支援到無線的 國外有無線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像我們這邊有一個QI無線充電的面板的部分 對 它這邊的話 它可能就變成它沒辦法 就是有一個充電的功能 200也是沒有 對 200是沒有的 不過都有USB A跟C 跟電源座 有 跟電源座 都有的 然後這個主機的話 基本上它也沒有內建的導航了嗎 導航就我們一般都是用CarPlay做取代 那椅子也就也沒有通風加熱了 只有 有加熱 沒有通風 沒有通風 那其他功能其實就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然後我看它前面雙區恆溫 我上次350它那個溫度很炫 是在螢幕這個旋鈕裡面 那所以現在它是X8 回歸到螢幕裡面的尺寸 9.8吋 對 9.8吋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之前我們有講說 蠻特別這一次 只有200的排檔變速箱 不是現傳的載受低 上次越南有看到一台 應該是試裝車 但是沒有讓我們進軍 沒錯 那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 它跟一般款的其他規格的排檔是不一樣 其實應該這麼講 以全部的編程來講 NX250以上都是搭配我們現在的 新型的現傳式的排檔 但是只有NX200 目前還是直立式的傳統 但這看起來有一點眼熟耶 沒有錯 是我們自家的 跟我們現在現行的UXES 打載的排檔是一模一樣的 它是Direct Shift CVT 然後有時速模擬 對 沒錯 然後前面它這邊也有 Economal Sport 就是動力模式切換 三個模式的切換 然後其他也有電子的Auto Hold Auto Hold 對 其他周邊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是 那另外在後座空間 我們今天就不實際乘坐 好的 但其實大家應該知道 我們在之前介紹 它這次是新的進化 對 車長、車寬、軸距 都比上一代放大 沒錯 車長、車寬 各增加2公分 車高增加1.5公分 對 所以我記得印象中 上次我坐在後座的時候 因為我們身高都比較快一些 其實我覺得 NX的空間進化 也是滿有感的 沒錯 那接著我們就來開開 你有開你的就200 對我現在是開NX200 那我們先開開你的 再來開這一台新的 沒問題 你開過這台了嗎 我只開過NX350H而已 200還沒有 還沒有200 好我們來比較看看 到底新舊開起來 有沒有什麼差異 秉承剛剛有先開你的 舊款MS200 稍微繞了一下 我覺得現在換到新款的 因為可能是我上次開的是 350F Sport 全新的2.4渦輪 然後又四輪傳動的配置 給我的印象的停留在 其實蠻有力蠻好看 蠻熱血 那今天開到200的動力 我覺得如果跟你的舊款比 它的確 我們先講一下數據 我記得你那一款的話是150P 沒錯 這一款已經173了 多了23P 然後扭力原本是19點多 現在是21了 也大了大概2公斤 是沒錯 然後以原廠的數據來說 百公里這台11點多 但我覺得這個200的屬性 其實也跟觀眾聊 以前舊款滿多朋友買舊款 其實他們覺得蠻夠用的 就算帶著家人 當然 那你如果用比較性能 你想要源源不絕的話 當然我覺得200可能 沒有到你的要求 是的 那我現在開起來 我覺得跟你的 的確在起步在這個 三四千轉以前的這一段 扭力的表現 我覺得還是比你的 有在飽足一些 是 但也跟觀眾講 但你不要把它聯想到 跟350可能那種 0到100是 7秒上起來 當然還是有個 三四秒的差距 我覺得這個是在出力的 特性的感受上 然後變速箱 我們剛剛車內也有講 它現在是Direct Shift的CV2 然後時速的手自排 當然這個新世代的引擎 我們也不陌生了 它跟RAV4的2.0的汽油 其實是大同小異的結構 那除了動力之外 我覺得剛剛在公園 跟現在我們開的新款 上路我覺得 底盤我覺得 比較有感的差異 沒錯 你以前開你的舊款 你覺得底盤表現怎麼樣 其實你說我 其實我知道它的屬性 是比較偏舒適的概念 那其實你說新舊款 對於我最大的差別 我覺得 其實舊款我是能接受的 但是新款我不得不說 它在整個入彎出彎的表現 可能是因為TNGA的一個加持 這個整個的路感 這個真的是超乎我們以前 對於日系車比較軟腳 這些部分會 這個差異是最明顯的 對 它底盤的整個車身的 剛性扎實度 路感的資訊 回到方向盤來上 的確 你現在開到新的NXS200 我覺得真的 滿有感的一個進化 是 那另外這一台車的 這個200的動力 它在油耗的表現上 對 它一公升也可以跑到15點多公里 的確 其實跟250的2.5NA 或者是350 大概是比較性難 是 油耗兇一點 沒錯 其實這一台的油耗算是 我們講的這三款動力 裡面算最好的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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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一次的NX 其實我相信 你剛一開始片頭講 很多客人覺得很有感 就是它的 ADAS系統 對 LSS Plus 3.0 其實 即使是200 對 幾乎的項目都是有upgrade 沒錯 然後到位全標配 都是標配 你幫我們簡單取幾個 你覺得這次新進化的重點 第一個我覺得像PCS 預警式碰撞煞車的功能 它有優化 就是像好比說我們在巷口 巷口有增加我們的行人 或者是我們轉彎的 車輛的出來 它會做一個簡單的辨識 跟自動 再來講像DRCC跟車系統 它這一次本來我們的路段 可以設定三段 又延伸到四段 這樣子的一個距離 那當然我覺得更有感的就是 我們原本在跟車的過程中 它前面如果是彎道 它並不會自己減速 但是我們現在有新增加 我們這個彎道 自動減速路彎的一個配備 是的 再更酷的一個 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它會有一個 道路速限的標示 我覺得這個超酷的 就像比如說 你現在在用DRCC 如果前面現在目前速限是50 可是如果你現在已經60 超速了 它會在我們的數位液晶上面 顯示說你要不要降 那你要OK 它就會幫你直接把速度 降到速限和路的範圍 是是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超有感的一個部分 是是是是 你剛剛在介紹過程中 我已經就設定了 剛才看到了 DRCC的跟車 然後LTA這套巡奇輔助 沒錯 都已經幫我在Level 2的狀態 製作的狀態 我們稍微放一下 像剛剛秉承講到這個 速限它也都讀到 這邊這一段是80 是的 那我其實現在設60 可以再讓它加一點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覺得它在這個加速的過程中 其實跟2.0來比也更平順 沒錯 尤其前面如果有車 插對到你前面 對 或是它離開的話 加減速整個的動作 我上一次試 350的時候 我就覺得3.0的 的確開起來更速少 那當然再跟行男哥 跟我們車友分享 像我們還有一個LTA 車道至中的這個系統 其實它把我們之前 會對於一個LTA 它會偏左偏右 它已經做了一個優化了 所以說比較 至少都比較至中 對 我覺得真的 準確定位置這麼多 現在我們在 南港高架連路道上 的確 然後有一點微左彎 它也蠻聰明的 對 微微的 其實車都保持在中 不會讓你有點怕怕 感覺好像萬木工 它不會 它其實都蠻聰明的 當然還是叫我們 要回去 過的方向吧 是 對 我們再來感受一下 這邊有點上坡的動力 我現在油門大概踩到 三分之一接近三分之二 轉速過五千轉 你才會比較感受到 前面傳進來的這個聲浪 那基本上其實 行路過程中 Lexus 慣有的就是超舒適寧靜的 對 行車的品質非常安靜 的確 我相信很多車主 Lexus就是喜歡它這種 舒適的豪華冷質感 當然 好 那其實今天很難得 邀請到丙城 不會 那既然你是銷售前端 那我還是要幫觀眾 來詢問一下 如果大家現在真的對 MX不管是不是200 或其他車型 有興趣的話 對 我們還是鎖定今天這個200 好了 我們一開始就想 這是最多 我們台灣的這個消費者 喜歡的車型 佔了一半的名字 那如果現在 要買這個車的話 當然前面已經接單了 好幾千台 是 那交車的時間 跟實際 能夠 因為當初發表他說 一月才生產 沒錯 那現在已經過了兩月 二月中了 那目前的一個原廠的排程 或交車接單的狀況 跟我們聊一下 其實跟各位車友先講 我大概在月底的時候 會交大概四五台 NX200 二月底四五台 對 這麼快就有車可以交了 確定 可是是因為我們的車友 在去年 大概十月 十一月已經跟我們有下單 第一批 對 就是等於是第一批 的車友 那現在不諱言的來講 如果你現在對於NX 有興趣的這些車友來講 我們大概先Pooking 我們在今年四月的生產配額 對 那其實以我知道的一些資訊 他們如果日本 他們的產能 可以再多增加點 那你可能 預計四月生產 但是你可能三月 也是有可能交二道車 也是有車 總歸動作要快 動作越快 你拿車的速度就是越早 那當然買車還有一個重點 是 凹折扣優惠 現在 我幫你願不願意說實話 現在比較檯面上的 買這台車有沒有一些優惠的折惠 還是說 像剛剛講 排車都排不到 你還跟我要優惠 跟我們聊一下 其實這個是 等一下要消音 我又不能講 不行你講了 我們就過了 我們沒有在消音的 我正常是跟各位消費者車友講 其實現在目前講認真的 因為一車難求 其實公司也對我們真的很support 它最主要都是基本優惠 那當然 其實像我們在銷售端來講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 如果車友對我們的支持 我多少還是可以再多 增加一點點的優惠 回饋給我們的消費者 但是目前來講 其實我覺得 可以跟我們全省當地的經銷商的 菁英的業代 可以跟它試著談談看 但是現在有個重點 其實優惠都是很基本的 但是目前定NX的重點要擺在 你越早下訂 越早跟日本拿一個配合下來 你交車才會有機會 不然你一直在觀望 我只能跟你們這樣講 叫做遙遙無期 沒辦法 這個是沒辦法的部分 那其實說到這邊我也要幫秉承 其實不光是幫他 我覺得幫所有銷售錢的人說些話 其實他們工作其實也有一些流程 也很辛苦 那買車其實是長遠的 不是就買完回家就沒事 以後的服務 很重要 保險出險有狀況的時候 或是保養 他都可以幫你做一些服務 所以我覺得利潤還是要讓他們維持住 不能都賠本在賣車 是啊 那其實說到等車這件問題 那現在這個五個編程的動力 有沒有哪一款是最辛苦的 不管你殺不殺價 砍不開優惠 你都得等很久 目前來講其實五個編程當中 還是為NX200跟350H交車的可交期 是比較早的 那其實就像我們的350渦輪 跟我們的450H Plus的這兩款車 其實這個大概都要等2023年 大概抓 一年 對 不要懷疑就是一年 當然就一年的時間 所以消費者其實如果你真的想要 趕快體驗一下我們NX200 其實以NX200跟350H 是一個比較快速交車的一個選擇 OK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秉承 跟我一起來試這個全新NX200 不會不會 客氣 也跟我們聊了一些銷售的一些經驗數據 是 好 我們就非常感謝 謝謝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要繼續訂閱支持我們抽選馬鈴網之外 秉承的也有頻道 有 宣傳一下 謝謝 我個人頻道你在YouTube上面 打神秉承三個字就可以找到我 包含臉書也是神秉承三個字 都可以找到我自己的個人的社團 跟我的資料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再次感謝秉承 以及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 掰掰